住在玉里镇长梁里 一位行动不便的60岁男子 他独自驾驶着医疗电动辅助车 要到镇上去买东西 途中因为身体不舒服 居然就昏睡在台山石线上马路上了 远景巡逻时发现不对劲 赶快下车把这个男子带到旁边 和他对谈的时候 这个男子还一直在打瞌睡 警方赶快联络家人 并且带来这个男子 他必须要服用的慢性病药物 才让他恢复精神 阻止遗憾发生 家住在玉里镇长梁里 行动不便的男子独自驾驶 医疗电动辅助车 到镇上采购名声必需品 途中因为身体不适 混睡在车水马龙的台山石线上 真的非常惊险 永峰派出所巡逻时发现不对劲 马上下车将男子带去一旁 与男子对谈时竟然三步五十睡着了 警方立即联系家人 并且不用慢性病药物 才让这名男子恢复精神 阻止了汗事发生 这里睡着 这里睡着 本局长程卫文说 卫民服务是善机的工作 警察平日除了维护治安交通之外 对于卫民服务工作 更是以同理性对待 也呼吁长者如果有疾病在身 建议避免独自驾驶 动力交通工具 或是慢车出门 家人也应该要注意长者动态 随时掌握去向防止汗事发射 记者高中收益见采访报道